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谢谢你 谢谢有这个机会来介绍一下制药流程 药物研发是一个非常非常周期很长 然后也很费时费力的费钱的一个过程 我大体介绍一下 就是一个新药它从刚开始研究出来到最后 能够上市大概平均时间是15年 最后我们在高科技公司做的那个产品 一两年一几个月就出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它的整个流程是这样的 刚开始我们叫research and discovery 就是研究和发现 这个时候我们会根据这个化合物 或者说一个生物的那个东西来看看 它从它的这个分子式上面 有没有可能性成为一个药 有没有可能性发挥它的一些作用在人体中的 那这个时候可能是几千上万的这个化合物 我们要来筛选 那在这个筛选的过程中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实验 测一些基本的它的物理化学性质 然后从这个物理化学性质里面 我们筛选出一些觉得还蛮好的 从各种稳定性各种方面来衡量以后 可以进到下一步 下一步就叫做实验 叫做那个动物性实验 动物性实验的时候差不多有3.5年吧 这种期间做什么呢 就是做很多安全性的实验 这个安全性的实验有很多是在实验室直接就做出来的 但另外一部分是必须要用动物实验来做 在这个动物实验过程中的时候 可能就会牵涉到大家可能经常知道的小白猪 还有那个Guinea pig这种东西 有时候有些药可能也必须要用到猴子 这种林长类的动物 那如果Animal这个实验做好了以后 发现安全性还是很不错的 那这时候你的资料啊什么之类就要整理好 同时呢你要你的生产过程 也差不多就开始成立 开始研发出来了 你去生产这个化合出来 那就开始进入下一步 叫一期林长实验 在一期林长实验之前 这些申报材料必须要报告给 在美国就是FDA FDA它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来衡量一下 从安全性角度来看 它觉得你有没有造成 有没有可能你设置的这些林长实验 有没有漏洞吧 那种比较特殊的例子 我就不讲了 所以在一期林长实验 它主要看还是 就是这个药如果用到这个临床方面 人体上的时候 它的安全性有没有过 所以测试的是安全性 那这样测试怎么测试呢 它就必须要用健康人 来做这个一期林长实验 因为健康人你才知道 它身体上没有别的原因 来影响这个药的安全性的衡量 所以一期林长做完了之后 差不多70%的这个比例吧 就是说一期林长可能是 是可以进到下一步 那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二期林长 刚才一期林长是一年左右 那二期林长差不多是两年左右 二期林长测的是什么呢 二期林长测的是 就是这个药它的剂量是多少 在这个剂量情况下 我能找到它的有效性 二期林长人就比较多了 差不多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说在几百人 几百人左右吧 这个二期林长的时候 过程就是做完了 这个试验的时候 你差不多有33%的这个药板能够成功 就是过了这个二期林长 二期林长这个做完了以后 一般公司都会跟FDA开个会 然后讲一下这个三期林长怎么做的问题 FDA它必须要同意三期林长设计 它才能够让你进行 那我们就走到三期林长了 三期林长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试验 就是几千人或者上万人的这种 这种林长试验 它主要看的是什么呢 看的是有效性和安全性 刚才我讲过了 一期是安全性 二期是讲剂量方的有效性 但是那些都是在少数人的情况下 所以你最后要验证 你在一期和二期看到东西 有没有是真实的反应出来 在你这个病人的情况下 那就是这样三期林长会看 三期林长是时间非常长 基本上是三年 就是平均三年 多少BB能够成功呢 25%到30%才能够成功 说三期林长就出来了 三期林长出来了以后 那这些所有的资料 就必须上报到FDA 那FDA它有各个部门 就是每个部门衡量其中一部分 那他们最后衡量出来 结果各个部门再出它的那个 衡量的报告 然后衡量报告里面 如果说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最后他们FDA自己会 还会在那个 就是说最后的评估吧 最后的评估出来 如果说是批诊 那就是你拿到 我们就会拿到一封信 那FDA所批诊了 那从那个时候 我们才可以上市 所以差不多从开始到最后 我刚才说是15年 用的这个药都需要15年 这么长的时间 那岂不是说随着时间的发展 也就是说你这个药 可能没有研究出来 但下一种药 或者是可能比这个更好用的药 已经进入到了研发阶段了 你说的太多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在就是说每个公司在做药的时候 肯定你还有对方的竞争者在做 那他可能就是你可能看到 如果竞争者的药比你的语心是非常非常浅了 或者说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那你可能作为一个创新药来说 你就没有必要再做下去了 所以我们经常是说叫first in class 你在这个方面你是第一个 或者说你是best in class 你说在这个病理里面我是最好的 那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做下去 否则的话对公司来说 他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投资火爆 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费钱的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说有很多项目 可能是做一半的时候 他发现其他的公司 或者是竞争对手的公司 已经做得比自己好了 所以说这个项目就中断掉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 是的 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大的 实际上是绝大得数 我就跟你说 我工作了差不多有20多年了吧 我手上经过无数的药 但是在我手上说最后成功出去 我看到这个药 不管是我经手的 还是最后我看到的 还是前面前去我碰过的 上市的只有大概五个吧 真的非常少 做这种创新药 首先药物就是唯一性 这种药只有你有 药物的话就是比速度 如果你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它做出来的话 那实际上就算是后面有比你这还好的 因为它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你先出来了 你就有事 对 对就是你是看到 就是说第一个 它有这个腻的 对吧 有这个需要性 有这个病是没有办法被治的 对吧 你现在出了一个新的药 那这个药是没有在市场上没有的 你首先要做这个分析 分析出来以后 你就看我做的东西跟别的人正在做的 所以我们就是相当于有个叫什么 intelligence对吧 就是相当于就是看到市场上的其他的正在研发的 所以我们要去很多那种 比如说科研会议什么之类的 就看看大家在什么程度上 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做的怎么样 对 但在做的过程中 每个公司它可能都有 进度是有很多事情影响的 有时候像我们 比如说前两年是pandemic 大家都知道大流行的 大流行的话 我们病人就很难把它引入 比如说你这个药是治癌症的 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乳腺癌的 但是在pandemic很多人他就没有办法去医院 对不对 你也没办法去跟踪他 那你的pandemic进来的量就很少 你达不到你需要的这个人数 那你的进程就受很大的限制 但是如果另一方面你做的药是疫苗的 或者说治那个COVID的这个药 那他的进程就很快 因为有大量的病人在那边 你马上引入病人 比如说以前是半年 你才能把这些病人才能够早期的 你现在比如说两个月就进来了 所以就是真的是有时候也看实际 比如说你这个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很缺这种药 但是技术跟不上 技术可能有好几个技术 有的时候是生产技术 像那个mRNA育苗 它刚开始是个生产技术的问题 那是一部分 但是东西你做多了 你就成熟了 你的技术就不成本器了 还有的可能是受你的那个生产线很长 然后它有很多很多步骤才能够把这化合 我生产弄过来 所以你也会受那个限制 另外一个限制就是什么 你对机力本身的这个了解 没有那么清楚 因为这个人体的这个body是非常非常complex 非常复杂的 你有时候说好像我觉得从这个机力来说应该能到 但是到了人体里面它有没有像你就是说预测的那样反应呢 不一定的 所以有的人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机力呀 我是抗氧化的 你看我这个食物或者我这个vitamin是抗氧化的 那我吃了就好 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是说你有这个功有这个性能 到了你生起这个功能就一定能体现出来 我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那么现在呢这个市面上有原盐药 仿制药 创新药和原料药 各种药品的价格也是不尽相同 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说这些药啊是有什么不同的呢 这个患者在选择的时候 如何选择是比较好的呢 好的好的 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好 就是这个原料药 原料药实际上不是一个药 原料药就是个成分 它的那个活性成分 譬如说从那个化活物来说 你是把这个化活物生产出来了 但它还不能说给你直接服用 所以你要把它做成制剂 就是我打个比方 譬如说咱们就拿中药来说吧 可能比较好理解 你说有一个药药它是有效的 但是那个药药你不能直接吃对不对 你要把它做成一个碗 或者把它煮起来做成一个汤啊 所以这个原料药就是一个成分 对 它就是一个成分在你的 做成制药以后那就变成了一个药 那我就是像我们平常吃的 在一个叫tablet 就是这个药字片 或者说它一个那个我不知道英文怎么 中文怎么知道capsule 这样下去了 那什么叫这个创新药呢 创新药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有效成分 这个原料它从来没有用到过 从来没有被批准过 是第一次这个化合物的成分 它被用在人体上治疗这个病 那它就是一个原创药 是个创新药 那仿制药是什么意思呢 仿制药就是说市面上已经有这个创新药了 然后过了多少年以后 它的专利已经过期了 那我就可以其他的厂家就可以根据这个分子室 我来把这个合成过程给研发研究出来 然后呢我把它做出来 然后我做一些临床试验 在美国的话这个临床试验 只要做一个临床试验就行了 非常小的一个临床试验 那我把这个申报资料包上去 那我得到被批准了 那就是这个仿制药 所以你看仿制药 它不受专利保护了 对不对 然后它也不要经过 我刚才说15年的过程 因为它不需要做动物实验 也不再需要做那个筛选抗胖 因为这个化国都已经在那了 它所说所需要做的就是这个叫 药袋动力学实验 那是个非常小 药物动力学实验 这个人体实验 那是个非常小的实验 做起来也很快 它的主要的就是说 仿制药主要的它的那个挑战 就是说我能把这个化国合成过来 因为创新药的厂家 它是不会告诉你 我是怎么样把这个药制出来的 生产出来的 这个是仿制药它必须要自己克服的 但是这个药已经被证明是成功了 对吧 在人体里面有没有有效已经被证明了 有没有安全性也被证明了 因为创新药的这个企业 它已经把这些数据都做出来 所以那个叫什么 仿制药的这个药厂 它是没有必要重新走这一步 它重新走的一步就是说 我做的这个药我放在人体里面 是不是跟你得到的这个 譬如说在血样里面 是不是同样的水平 那这样做出来 他说水平是一样的 那我就是肯定是有效的 但是我不需要说用那个病人来说 我把这个病人治好 没有我没有必要这样做 所以仿制药它的过程是非常快的 所以也是为什么仿制药 它是很便宜 比如说治疗感冒的药 就有很多种 而且价格也不尽相同 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 那是越贵的越好吗 这个不一定的 是这样子 譬如说我就举一个例子 Tylenol Tylenol是一个字头疼的 就疼痛的吧 那它的主要成分叫Acidaminophen 这个Acidaminophen 你去药店去买的话 很多房子要出来 它打的名字就叫Acidaminophen 那你看Tylenol它买的时候 它已经是就是说不用配方了 它已经就是说不算创新药了 因为就是它刚开始创新药 但到现在就是你可以飞吃饭去买了 但是它相对来说卖的要贵一点点 那其他仿制药它卖的就是相对便宜 但它们其实都已经就是说是一个非常 就是广泛运动的药来说了 我都没有办法把它纳入到就是说 创新药和房子要这个地方来念 我想说的就是说在这个价格方面 可能跟厂家跟那个生产量有关 这个时候就跟你的这个品牌有关了 我去买Tylenol可能我觉得我对这个 这个GNA界这个厂家我相信它 所以我去买它 正好它又是原发这个药的 它可能对这个药就是说从质量控制上面 我更相信它那Walgreen也有就Walgreen 它也有它的这个Acylaminophen 那我觉得Walgreen可能跟另外一个 不知名的是那个小厂生产的 我可能更相信Walgreen一点点 如果我不想买Tylenol 我就买Walgreen的Acylaminophen 那这个药所以这时候就跟品牌 你对这个品牌的trust这个有关了 但是从创新药和房子药的时候 创新药刚出来的时候 你是没有房子药的 但从保险公司来说 它基本上就是说 就是说基本上如果有房子药出来的话 它就不会让给你买那个创新药 因为创新药还是贵 厂家那时候已经把价格压低的很多了 但是它还是没有办法压低到 那个房子药的那个药的水平 所以贵不能说是一个衡量手段 但是有这种时候很多人 我就是看每个人的偏好 它是偏好这品牌那还怎么回事 从这个有效性和安全性来说 那已经被证明了 所以这种方面大家就可以trust的 那主要就是说对厂家本身的这个信誉问题 怎么能知道哪个药是仿制药 哪个药是创新药呢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仿制药的话 它出来的名字基本上就是这个化合物本身的这个名字 就是化合物 它的那个化学名字 那那个原发药它还是用了它的那个叫brand name 就是Tilenol 比如说Tilenol是它的这个品牌的名字 它的有效成分叫acitaminophen 你如果看到一个药 它打的名字叫acitaminophen 那就是仿制药 就是在选择药的时候 大品牌或者是创新药 哪怕是它已经过了这个研发期的这个 相对于绑制药来说它要好一点 就是你也不能说它好 我只能说我觉得这个公司可能对这个药的到那个供应 我可能更相信他们 对 但是如果价格伤它太大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 就是你要考虑这一点 对我来说 譬如说像这个Tilenol 就是这种很便宜的药 那我已经有几十年的这种经验了 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好像在价格上面考虑那么多的 可能小厂 就是说那个Walgreen这个品牌已经够好了 但是如果说非常重要的一些药的话 那我可能就觉得我还是 宁愿偏向那个创新药的那个厂家生产的 在药店呢 还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同一种药的这个价格能差出来一倍两倍 甚至三倍这么多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如果你的药店看到那些药 基本上就是放在那个 放在那个卖的那个篮子上面的那些药啊 基本上就是已经叫叫OTC 就是说你不要厨房买的 那是你可以看到药 那些药都是已经就是用的非常普遍了 所以它的价格很多情况下可能是跟它的这个产业链有关的 我觉得那个不代表太大的就是品牌问题 就像我们买衣服一样的 同样的地方你会对比如说都是就是棉的 可是有品牌的厂家和没品牌的厂家那价格差很多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买保健品 那保健品呢它上面就是有含量 就比如说每一片的含量多少多少 比如说你买药的话呢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 那含量多的呢自然也就是相对来说价格高一点 买含量高的这种好呢 还是说这种含量低的这种好呢 这个含量是跟你要自叫什么 你的症状有关 所以不能下用 不能说剂量高就是好的 一定要跟你当时需 你当时就是说你的症状 你的病程是什么样 才能要什么剂量 如果是医生开放置的话 它会根据每个药的 就是说它的那个我们叫label 标签上面定的 还有有的时候成能量和那个非成能量也不一样 但是你如果讲到说普通的情况下 比如说叫Tilenol 我就Tilenol打个例子 它有好几个剂量 有的剂量它上面写了extra strength 它是因为就是说它可能控制的那个时间上面 就是说稍微长一点 或者说更叫什么 就是说有的人可能需要大的剂量 它才能有这种 这是人体跟人体不一样的 但总体来说 没有必要觉得 就是我一定要用高剂量才好 真的是看个人 而且剂量高的话 有时候会出现问题 安全性问题的 Tilenol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去感冒 你可能买一种感冒药 它里面比如说咳嗽的 然后又是说什么头痛的 什么加起来的 然后你又买Tilenol 结果那个咳嗽药里面已经含了Tilenol 结果两个加起来 Tilenol那个成分 就是Acylaminopin 两个加起来可能就是overdose了 overdose在Tilenol的情况下会是Liver Damage 所以要非常小心 比如说有的人他买药的时候 是管症状又管消炎 然后除此之外 他又觉得说我好像应该买一个消炎药 那他就等于消炎药的剂量可能就超了 对不对 对你说的非常对 这个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跟大家 就是我跟我这位朋友就是说 里面去买药的水 要看一下它的有效成分是成分 然后成分里面写了什么东西 你不要光看它上面描述的 我制什么是什么 一定要注意有效成分 它包含的这个项目 你就没有必要再买另外一种 要专门去制这个项目的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买的是一个比如复合的药 它里面含了很多 也有很多症状 他都能管 你就不要再单买一个 管那种其中的一个症状了 因为很多人不想 我要吃好几个药片 对不对 你说你想吃好几个药片 吃一个药片 你感觉肯定是想吃一个药片 我们在医学上 有个专门的名字叫 叫那个peer burden 你吃了四片药 和你吃一片药 那你觉得哪样更方便 你当然吃一片药最方便 四片药吧 它是四片看起来多一点 那感觉好像靠谱一点 你要是只吃一片药 然后就管四个问题的话 总感觉好像这个药没吃够似的 那可能是给你感觉的问题 但你要注意 那个一片药里面 它可能含了四种成分 四种成分管这个四个症状的 它都放在一起了 对 不都是大小症状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有些情况下 你这个四个药是不可能 不可以把它都放在一起 它会产生化学反应的 所以能够这样做的话 就是说这些药还蛮好的 因为我能够这样 把这四个药成分放在一起 但是不是所有的药 都可以这样做的 好的谢谢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谢谢 谢谢主持人